每一块表有它的优点 自然有它的缺点 欢迎观看本期地多B1的评测 这是一款只有200米防水的所谓潜水表 当然了整个地多也只有三款 潜水表而已 这是防水最差的一款 有一个1200米防水的地多海洋王子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个年代的破烂了 还有一款防水500米的泰索豆 今天呢咱们就讲一讲这个B1 B1现在这一枚表呢 有大的有小的 41个39的选择 就看您的手腕而决定 机型和外观其实可以当做是一样的 评了咱们就评了明白吧 这因为万表 整表最贵的除了它自产的MT54 或者MT56进行之外 剩下的就是这一块 泡泡的蓝宝石镜面 泡泡是 这种档次的品牌呢 它的定价能拥有这样的一块玻璃 其实是不太合你的 因为它真的不便宜 但因为你拥有了一个不应该用的东西呢 自然而你要损失一个应该有的东西 那就是陶瓷圈 没有听错 整个地道也只有 泰土豆有 陶瓷圈口 剩下的全是金属的铝合金圈口 将极氧化 装什么高级啊 说白了不就是铝合金卡和漆吗 你这玩意刮的就坏了 不对啊 怎么是要夸的 听我继续夸啊 表盘呢 是漆盘磨砂的 刻度和指针是有夜光的 有夜光的刻度和指针边框是镀金的 表盘的侧面是抛光的 表盘的上面是拉沙的 表盘是叼着帝多的小花的 花是用黑漆填充的 后盘是个大钢板金属的 金属的大钢板是拉沙的 拉沙的金属大钢板是刻着帝多logo的 大logo的金属这一颗是双层保险开关的 双层保险开关用的是四颗陶瓷力摩擦的 这个表搭载了MT560的机型还是很呆的 机型评测已经讲过了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看 扁了咱们就扁到 这边腕表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 就像上面所说的用的是洋极洋花柳圈口 好在玻璃高于外圈 能碰到的概率很低 但最好还是贴个膜保护一下 手表贴膜 我好无赖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表观 虽然是外四口 表观也够大 用得很嗨很爽很舒服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互偏 为了好操作 好好操作啊 防水能力以及思考的宽度 直线下降了喂 这老子里面有病得治啊 除此之外呢 这面腕表里算是没有什么缺点呢 作为一个防水没有300米的潜水表 打着很凶的 戴着卸压法的新海马300 很开心 如果是你会选择地多B1还是海马300呢